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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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安利中国植物研发中心 这里是我们的科研温室了 大家看有花有草 尤其是那边看 开的黄的白的花 其实还是有点浪漫的对吗 哈喽安总 小明这么早 对对对 我这边看一下我们的菊花 最近有点小情绪 好好你先忙 好好好 这里是安利全球唯一一个 从事中草药种植研究的科研平台 我们在这里去从事更前沿的农业科学研究 为安利全球的产品提供安全有效 具有前瞻性的新的植物原料 说了这么多大词 不如跟我一起去看看我们的科学家们 都在干学生吧 来了 早啊 先等我一会儿啊 我把我这些植物宝宝们放一放 哎 我问你个事儿 你在家里是怎么种花的呀 是不是用种子 在我们这儿 我们可不用种子种的哟 我们用组织培养的方式来种植物 你看这瓶 这里边一团一团的 这个叫做育伤组织 过不了多久啊 这些育伤组织就都能够变成这么一株完整的蜘蛛了 植物这种再生的能力神不神奇 你今天来开眼了吧 那我们为什么要用植物组织的方式来培育小苗呢 有句话你肯定听过 叫做复不过三代 什么意思呀 植物在繁育的过程当中啊 它会积累许多的病毒 那么这些病毒呢 会让它的品质不断的下降 一代不如一代 那么用组织培养的方式啊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病毒从植物体内清除出去 使植物呢 能够一直保持它优良的品质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做新品种培育的时候 要用到组织培养的方式了 哎 公伯 帮我拿一瓶植物菊花宝宝来 对 就是它 你看看 我们这瓶的菊花宝宝长得壮不壮 叶子绿不绿啊 你看根 粗不粗 这可是我们在200多种药用菊花当中 精心筛选培育出来的呀 哎 都说我是植物科学家 但是在这儿 我就是个植物保育员 每天上班来呢 就看一看这些植物 有没有长高啦 有没有长壮了 其实啊 看到它们长高长壮了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的 哎 到我这儿了 那我来跟你讲解一下吧 你刚才在组织培养室看到的一些植物幼苗啊 它们最后并没有被种在土里 而是专门接到我们植物太空仓 希望我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更精心的呵护 其实这个植物 我们就是采用了一种器物培的方式 让植物直接生长在了空气中 因为这样可以让它们的根更加的茁壮健康 其实啊 每种植物都有它的性格和脾气 可是植物又不会告诉我们 所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怎么样去了解它们 我们这儿有很多的生物传感器 它们就可以实时的监控植物的生长状态 然后把那些测量的指标不断的传输到我这儿 我这儿呢 再进行一个物联网数据的分析 就可以非常精确的知道 植物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它们到底开不开心 乐不乐意长在这儿 营养健不健康 对这个环境到底满满意 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些针对性的调整 比如说这个光 光就是对植物生长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不管是光土的成分 光照的强度 时间和周期 这些都会非常明显的影响到植物的一个生长的状态 我们这儿就是用了一个以红蓝光为主的光配方 我们因为我们在研究中就是发现在这种光环境下 植物会长得特别的健康 而且它的营养素积累的也会特别的快 这个其实就像人的宝宝需要一个配方牛奶一样 我们这儿呢 植物也需要一个非常精心设计的配方环境 而我就是那个环境的配方师了 哎呦 这个是暗氧化碳的警报 我们在这儿待太久 被它发现了 走了就好了 看过了我们的植物保育园和环境配方师之后 是不是觉得我们这里特别有意思啊 别有一番风味吧 其实呢我们这里的所有的科研人员和前面的两位科学家 一样是我们植物研发中心最宝贵的资产 我们在这里通过各种各样的研究 各种各样的测试 我们验证了可控的环境和精准的种植给我们带来的强大力量 可以帮助我们呢培育出更加纯净 营养素更加丰富的植物原料 农业的未来有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可控精准 其实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只为一个目的 只为一个初心 那就是从源头严格把控品质 一点点钟 美丽兰和上的火候 是多少 对我们需要的理解 照片 您没 frei 也不知 您 您